如何培養兒童的專注力? SEAT 如何培養兒童的專注力? 我向大家介紹四個大原則 可以用四個英文字母 來方便大家記憶 就是SEAT 簡稱SEAT S就是Schedule 常規能夠作息定時有充足睡眠 均衡飲食和適量運動 都會令小朋友有充足的精神 和愉快的心情去學習和玩 家長可以考慮為小朋友定立作息時間表 方便小朋友跟從 每天帶小朋友去公園玩半小時或以上 可以提升心肺功能、腦細胞活動 減少焦慮、改善認知和記憶能力 這些都可以考慮加入常規中 E就是Environment 提供一個配合兒童目前活動的生活環境 會提升兒童對那個活動的投入感和參與度 例如安排安靜、較少受騷擾的工作位置來做功課 可以提高兒童的專注力 A就是Activity 跟隨小朋友的興趣 安排配合他發展能力的活動 加強小朋友的成功感 想辦法令活動更加有趣 當中給予鼓勵和讚賞 這些都可以幫助小朋友維持專注 T就是Technique 技巧 指的是家長的育兒技巧 家長能夠全程投入 跟小朋友聊天、玩遊戲和一起閱讀 以身作質地示範專心 有助兒童學會專注做事的重要性 家長要適當運用一些技巧去處理小朋友的行為 例如是專注力教約的小朋友 做功課的時候可以安排適當的小優 做完功課之後 可以安排小朋友一些有興趣的活動 和喜歡的小食作為獎勵 好動的小朋友 就做多些體能活動的遊戲 這些都可以改善兒童專注的表現 家長可以從seat四方面入手去培養兒童的專注 就是常規、環境、活動和技巧 以下的片段示範了這四個技巧 來加強家長對培養兒童專注的了解和運用